我们这一节呢看一下闪电效果的制作 首先呢预览一下它的最终效果 我们还是先导入一下素材 那这边呢我们导入到第41的实拍的视频 好现在我们来新建一个合成 这边1080p帧数呢我们自己去定义 然后确定一下 时间的话我们先暂定15秒 这个肯定是够用的 然后视频加进去 本身视频呢是4K比这个1080p大一点 我们可以缩放一下 看一下到底需要多少 或者说就缩放到1080p的大小 那我们现在需要确定一下闪电出现的位置 包括闪电击打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时间 好我们在这边屏幕变黑的时候 让它出现一个闪电击到这个车顶上面 所以是一个瞬间的过程 那这边编黑之后 那么汽车经过 或者说汽车经过之前 或者说经过之后 我们让它这个闪电 在这个地方趴了一下 寄到后边 那现在我们按一下小写键盘上的信号键 打个标记 那我们大概知道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简单的做一下闪电 闪电是非常容易做的 这边右键 先键纯色图层 我们叫做闪电 闪电的话直接颜色我们就黑色 确定确定 那我们在效果预测中搜索一下高级闪电 直接加入进来 我们在生存中追加一下 它默认的会出现闪电的形态 你可以调一下闪电的头和尾 当然为了看到变化 你可以调到比较亮的去 然后现在的闪电形状 我们看到是分支是比较多的 我们简单微调一下 那我们展开它的发光设置 核心设置 那我们可以把发光的不透明度先关掉 因为闪电 真实的闪电呢 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把不透明度 这个发光给它关掉 当然有些场景中 不免呢 有一些彩色的闪电 这个就是创意方面的东西了 我们真实的话就关掉 然后发光没有的话 那我们下边的这些衰减啊 这些分叉啊 就自己尝试去调整 你可以看一下 一般来说 现实物理中的闪电 基本上就是一个差 可能我们加一点点 加个1%2%的 基本上就够用了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比如我加一个3 那我们下边这个衰减 可以适当的少一点 多一点 这都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结束的地方 就是衰减的地方 然后呢 调一下它的传导率 这个参数可以让它随机 再发生一下变化 怎么好看 怎么调 毕竟这个效果是随机的 那比如我调一个 2.1 或者是2.0 然后你调一下圆点 我们的圆点就是 顶部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圆点 然后我们闪电 想让它好看的话 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我们这边核心不透明度 加大一点 让它再亮一点 那这边方向 我们的上下左右 我们就自己控制了 怎么好看 怎么来 比如我现在觉得 这样子好看一点 那我就保留这样的一个参数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设置 包括这边的顶部都可以去设置 那比如我现在非常喜欢这个状态 那我现在就保留这个状态 然后汽车在经过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这个闪电 它批在车上的话 下边闪电就没这么多了 比如说就到这里 那你可以去加一个擦除 我们可以加一个线性擦除 这边加到下边 那调下角度 我们角度就往上一点 调一下过渡值 那比如说擦除的位置在这里 你的闪电就批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给它加一点语化 我们可以看一下批的这个边缘 那可能是现在这个场景拍的有点太近了 我们地面没有拍的特别的多 那我们来换一个场景 本来闪电在击打下来之后 肯定要留些空余的空间给它 然后呢再去做一点衰减的投影之类的元素 这边呢我又补充了一个地面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视频中给它加入一些地面 可能我们会看到这个感觉呢会更舒服 真实一点 那这边我们就给它缩放一下 匹配一下这个场景 那你的闪电系下来之后 打到地面上 再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过渡 比如我们让它击打到这个水面上 然后在水面上产生了一个这种投影啊 或者是折射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我们现在在它的效果中 我们还是调一下它的这个过渡 因为现在过渡到水面中心 基本上问题不大 这边雨话我们就自己差不多控制 稍微给一点 跟水面融合一下就好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闪电涂层上 下边是原始视频 闪电涂层上是两个效果 那我们把它预合成一下 我们可以进入到涂层 预合成 闪电合成 那我们把闪电复制一下 CtrlD或者Cmd复制一下 比如下边这层我们叫做闪电投影 这个是非常灵活的 那么变成投影之后 我们把它开启一下3D 这样子我们在这个3D层上 这个锚点我们调一下 因为你在旋转的时候 用锚点工具 你要把它调到中心 那么基于中心去旋转 展开它的变换的参数 那我们可以基于它的位置 方向 这边你可以在这个方向去旋转 XY或者是Z 那你需要什么样的这种方向 比如朝向屏幕的 还是说稍微的这样子 倾斜一点 比如说朝向这边竖一点 但是这个闪电作为投影的话 肯定就太真实了 那我们需要弱化一下 所以现在在它的这个闪电的地方 再去加一点衰减 那注意现在我们是在它的凸层 外侧去右键 我们进入到它的效果 那这个方向我们还是让它偏水面一点 毕竟闪电的投影如果进到水中 它会有这样一个衰减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擦除 我们把这个闪电再合成一下 我们Ctrl CFC 把这些效果都移动到内部 我们叫做闪电投影 等于说你现在是一个投影层 我们对它再去右键效果 那这边标的多 那我这边再重新加下 现行擦除 这边需要调一下它的角度 调一下过渡 那我们需要看到你现在 哪个角度能过渡出来 那大概180差不多 刚好可以过渡出来 然后这个可能不够 我们再调一下 大概比如说这个范围 然后调一下语化 让它有一个衰减的过程 好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强到弱 这个角度我们自己再把控一下 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像这种影子一样的变化 那这个投影本身还是稍微有点比较强 常列的那我们现在稍微加点模糊 高丝模糊方块模糊都可以搜索一下模糊 那我们加一个方块模糊 看一下 这边给它加一点数值 当然你不要加的太高 那我们现在再给它加点置换 让它扭曲一点 很多效果呢在我们不断的制作中呢 会发现它是经常会用的 我们加个团流置换 这边你可以看一下闪电 根据这个置换数值的影响 那我就设置一个三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投影的话你可以打开它的这个位置 我们稍微往右边移动一点 让它有一个这种拼接 这样子稍微错位一点 大概放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设置去把控 那这边我们一定要开启3D啊 因为我们刚才又重新愈合成了一下 那这个中心点一定要注意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在这个三维视图中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远近 通过XYZ去控制 这样子再稍微重叠一点移动一下 我们自己把控 总之呢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投影 然后现在我们投影部分基本上就OK了 那这个投影的话 模式可以改成相加 它会跟水面融合一下 看起来更亮一点 那我们这个可能有点太亮了 稍微降低一点不透明度 这个我们就自己把控 跟你的这个视频去把控 我这边就60%左右 可能会跟水面融合的更自然一点 那么投影有了 闪电有了 这个是闪电 这是闪电投影 那我们现在再给闪电的根部 加一点光源 那我们可以把原始的闪电 复制一层 那重明明一下 这个叫闪电底部光源 这个层我们放在闪电的下边 先读这个显示一下 我们需要要底部的话 这个层我们再给它涂层 来预合成一下 这边所有的属性放在里边 那底部光源 我们现在进入到内部 我们先把它之前现有的这个擦除 鱼化先去掉 那这边你可以调一下它的角度 可以 它角度先不用调了 我们这边回到它前边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场景中 我们来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给它单独再加一个擦除 避免了我们操作的时候出现失误或者说不好控制 我们设置好擦除之后先调个过渡 现在过渡是横向的我们改一下 改成纵向让它只有底部的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作为光源 然后我们现在不做任何的这种操作 然后我们稍微的优化一下 这一小层我们给它加点模糊 那我们还是用方块模糊 或者是高丝模糊加上去 模糊的半径 我们先设一点 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这种发光的感觉 我们先设到一个五或者是六 这样你看到有一点点 那我们这边显示一下 可能这个层太薄弱了 那我们还是能看到有一点发光的 但是还不是特别的亮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点 现在模糊是六 那我们这个图层的黄模式也改成相加 这样你可以看到 我们改成五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变化 或者还是改成六 然后现在我们来加点这个发光 发光的话是系统自带的 这边加入一下 这边发光的半径 我们给它加大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个光线 光源已经出现了 我们就给个六十左右 然后现在有了一个初步的发光的感觉 我们再加一个强化的参数 加一个曝光度 通过曝光度让它再亮一点 这边曝光度我们先拖一点 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亮度对它的影响 这边大概调个五到六之间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边发光的话放到最上边 然后对发光进行一些模糊的处理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模糊半径十六 这样的一个数值 然后下边加了点曝光度 可能觉得光源还是不够 那我们现在呢通过一个技巧 我们在项目中现在是八笔特的颜色 我们改成三十二 按住out键去点击 再点击一下 我们三十二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光源是特别亮的 那可能我们现在需要呢 再调一下它的参数 我们现在曝光度降低一点 可能这个数值现在太高了 导致这个光源太亮了 而且我们在擦除的地方 也会看到如果你擦的多和少 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如果你擦的很多 你会看到闪电的这个光速是非常多的 我们只要一小部分 所以你可以展开这样子 只留它一小部分的光源 就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参数一点点 这边可以关掉发光和模糊 那我们多走看一下 也就是这样的一小部分 那这个点就比较像闪电触碰的这个点 现在我们的曝光度可以再 稍微的加一点 说加到六 你要整体看一下 这个亮度是不是和画面匹配 那这个亮度可能还稍微大一点 我们在擦除的地方 再让它差一点 稍微的小一点 你需要多大 那我们就调整 直到这个光源符合 那比如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觉得非常好 那现在只有一个发光点 我们觉得是不够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光源 这个重明明一下 这个是光源一 选中 然后这个是它现有的这个参数 主要呢就是模糊六 然后曝光大概也是六 这样子好记一点 参数保持一致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复制一份 选中它 Ctrl D 复制一份 出现了曝光二 曝光二的话我们就 这个参数就不需要这么多了 那我们在曝光二的话 可以把这个模糊半径拉大一点 这个光源 你会看到它会扩的更远一点 比如拖一点 可以看到扩散的这个变化 那我再给它复制一层 第三层的话 我可以再把这个 这边的这个模糊半径加大一点 这个光又会扩远一点 当然这个曝光度 你也可以去调整 等于说我这边 就随机加了这个三个亮度 通过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对它做了一个强化 现在我们就模拟一下 闪电机打水面之后 亮的这个过程 那首先我们这个背景 它本身现在是比较亮的 我们可以用曝光度 或者是鲁曼锤 我个人喜欢用鲁曼锤 鲁曼锤调节更方便一点 我们加到原始的背景上 那同时我们在这边先 打开基本校正 这边直接把它的曝光度 降低一点 当然你也可以用曲线 这边没有看到变化 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变化了 素材更新的可能稍微有点慢 我们先让视频的 适当的按起来 这样子才有这个闪电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击打的这个瞬间 然后这种有闪电的场景 肯定是颜色是比较偏蓝的 那我们在这个 往下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色环的地方 我们在中间调中加点蓝色 简单的模拟一下 不用加的特别的多 然后这个更新可能稍微有点慢 然后我们的阴影部分也加点蓝色 高光部分就不做调整了 现在它的这个对比度 这些亮度呢 都给它拉低一点 它的场景就相对来说会暗一点 更像这个闪电击出来的这个感觉 当然这个把白天的模拟成黑夜的话呢 也是需要很多技巧的 我们做为了做出闪电的 所以就简单的匹配下来 你可以拍一个相对来说 像我这样比较暗的一个场景 那我这边再稍微的 再让它黑色降低一点 这个素材呢 更新的稍微有点偏慢 我这边降低一下预览的质量 然后现在我的这个白色也降低一点 黑色再给它提升一点 有对比度长一点 那这样子这个闪电可能的效果 会更加长一点 好大概呢 我们就先降低下背景 然后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说闪电在一击打的瞬间 它突然间很亮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找一个位置 因为现在闪电是固定不动的 我们就随机选一个位置 因为现在是一个固定的机位拍摄 比如我就在这个位置 闪电击下来之后 我让它亮起来 那我需要把原始视频复制一份 现在它还是这个比较暗的视频 那我们在上边给它加一点设置 我们加一个遮罩 用亮度遮罩一下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遮罩效果 这边选择设置遮罩 加到上边 那么遮罩的范围我们就选择亮度 然后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曝光度 这边加入一个曝光度 这边没有加上去 我们再拖一次 这个很奇怪 我们这个效果加不上去 可能是由于这个 我们拖的是动画预设 注意不要犯我这个错误 这边曝光度的话 你调整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会对场景 这种比较特殊的点亮过程 你可以模拟这种 突然间这种闪烁的这种科技 这种比较魔幻的感觉 所以现在我就先不调这个曝光了 然后我现在指定一个闪电击打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需要设置一下初始的这个闪电 这个是我们核心的闪电 通过它来做闪电 我们现在只是加了闪电和擦除 现在给它加一点发光 通过风格化的发光 我们让它稍微亮一点 当然不要亮的太过于强烈 那这边我们先把发光半径 看一下需要多少的数值 这个半径我们就先不做过多调整 这个预值降低一点 可以看一下你降的越低 它这个闪电越粗 我们先加个10左右 然后强度降低 等于说就没有这个参数了 闪电就是这个样子 可能边上有个黑边 应该是这边没有用相加模式 把这个黑边消失了 然后现在看一下没有问题 那么闪电在击打下来之后 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关键帧 我们用发光强度设置一个关键帧 开启关键帧之后 选用闪电一下U键 你可以看到你的强度的关键帧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开始去击打我们的闪电 然后背景开始变亮 那这个背景要跟它对上 其实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做点亮 我们移动三帧暂时不变 那你可以发光强度的地方加个关键帧 把这边比较大 稍微放大一点 那我们下一帧让它发光强度变成1 闪电就亮起来了 然后持续隔三帧左右 这边给它再加一个关键帧 我们再移动一帧 再给它加个关键帧 然后让长度从1再变成0 所以这样就等于说你的闪电突然间 有这样子一个亮的过程 批下来亮的过程 那么在它亮的这个一瞬间 我们刚才这个视频这边踩一下 跟你的闪电对齐 这边是后边 我们也把它拖过来裁剪一下 对齐一下这个亮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我们就让它的曝光度加一点 我们这个场景就突然间很夸张的被点亮了 那你可以设置一个 比如说这样子设置一个5左右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闪电 当然我们这个声音可能说不太适合这个场景 暂时关闭一下 稍后我们再去做一些配音 然后你的闪电在击打的时候 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啪哒的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闪电 然后我们需要呢让它有这种多元化的变化 比如说再移动个几帧 这边继续选中我们的闪电 加入我们的发光强度的关键帧 再追加一个 我们发光半径也给它加个关键帧 选中闪电按下U键 这次呢做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现在呢是关键帧不变 比如说我们移动三帧左右 发光强度加大 你可以做一个更粗的闪电 这个刷新可能有点慢 发光强度也可以稍微加大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等于说做出像这种光束一样的大的闪电 好大概呢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半径值我们就自己把控了 尽量让这个闪电粗一点 然后这边加大一点 我们下一阵我们让它恢复 之前是10和0 这边再恢复一下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闪的过程 当然这个地方在闪的时候 你的这个视频复制一份 让它移动过来重复使用一下 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闪的过程 然后前面这样子的P的一个过程 闪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了 然后这个在闪的时候 我们这个层上这个鲁曼锤可以关闭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设了曝光度 根据你视频的不同 可以让它闪电击中的时候 场景像这个样子亮起来 这样子就比之前的这个蓝色呢要好一点 突然间闪电击中亮起来 然后这边也是击中 那我们这个鲁曼锤也给它关掉 这个闪电更大 所以说曝光度再大一点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边我又重新调了一下背景 那我刚才是鲁曼锤做了这样的蓝色 我们这边就直接加个鲁曼锤用曲线 这样低下亮度好了 这样子可能说这个暗一点的画面 可能说看起来更像这个闪电击打的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现在闪电的裁剪下 你一开始是没有闪电的 然后它这样子突然间出现闪电 然后是击打 然后到闪电完成 闪电在消失的时候是有一个溶解的过程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块溶解 这边加个过渡完成到这里 然后在它后边慢慢消失的时候 加一个0到100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最后呢 它是逐渐消失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不是一下子消失 它会有这样子慢慢从清晰到这种模糊 慢慢的溶解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是一个瞬间的过程 这些都是一些细节 我们看到清晰这样子慢慢的过去 所以现在闪电基本上就完成了 但是闪电的灵魂呢 就是说它还要有一个振动 你不可能说闪电振下来 没有任何风吹草动 所以我们在很多电影中都会看到 闪电在振下来的时候 都是碰的一下 这样子有振动 有发光 所以这边呢 我就把合成一 整个嵌淘到一个新的合成上 然后把闪电中间的这个部分单独切出来 单独切出来之后呢 我们给它按一下P键 设置一下位置的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很简单 我们设置一个Vigo表达式 Vigo 频率和振幅自己尝试设置 我设置了一个10和30 这样子闪电劈下来的这个部分 所以做起来不是很难 重点还是呢 我们要把闪电做的细致 通过投影和光源 再加上闪电自身 这样去完成 当然你的这个光源 多一个少一个 也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本身闪电的 闪烁过程是非常快的 一瞬间就过去了 如果你细节多的话 你能看到更丰富的一些亮点 那这个都是我们对闪电的制作 我设置一下